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昨天是大漲 然後再創歷史新高 但今天稍微有點壓回了 不過我們從今天壓回的結構裡面來看 台北股市還算強的 但重點是未來的盤會怎麼去走 這關係到我們在封關前的一個操作策略 這東西我待會會很詳細跟你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盤 今天整個指數早盤開低118點 那最低跌149 那收盤只跌62 其實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會跌 台積電漲多之後 昨天在ADR裡面跌了3% 所以台積電今天一開低的時候 他就把指數往下帶 可是你看 到收盤的時候台積電是跌13塊 對不對 那照理說 如果我們把其他的都先把擺一邊 最起碼光是台積電 今天台北股市收盤的跌幅 應該在150左右 可是台股只有跌62 那代表說台北股市它是有稱的對不對 好 那可是重點來了 漲多之後會有一些震盪 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那這個震盪盤呢 也不代表說這個盤是空頭了 尤其如果我們從國際股市最近的表現來看 你可以發現到 台股今天只不過是震盪一下下 但是呢 在整個亞洲股市裡面你會發現啊 最近一開始漲漲跌跌了嘛 這是上海股市 這是南韓中國指數嘛 有沒有 禮拜一的時候呢出現爆大量 然後開高走低到現在我也是 也是可能在這裡嘛對不對 好 那美國股市呢也是一樣啊 漲漲跌跌好像維持區間 好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 好 所以呢 這個盤走到這個時間點 沒有什麼問題 你多投也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重點在哪裡 各位你想想看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12月中旬左右 我就跟他說啊 元月份的台股 它是走噴出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噴出盤呢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那個空單啊 一路被嘎嘛 你看空單一路 從那個12月底的時候啊 就一路被迫回補 被迫回補 被迫回補 所以呢 整個空單啊受不了了 好 可是呢 你不要忘記哦 現在的融資啊 它同樣也是創新高 所以呢 嘎空盤 它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一個就是 不是噴出盤啊 最主要特色一個就是嘎空 另外呢 一個就是右多嘛 好 那現在這兩個都看到了 好 這兩個都看到了 可是呢 這個盤 不管你是 嘎空回補 你是買進的力量 那你融資一直在追 它也是買進的力量 可是到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這個盤呢 如果依照 目前的盤 是到下個禮拜來看 操作可能要小心一點 好 要注意一下 好 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盤哦 你現在的策略 你不要越買越多 如果說當你越買越多 你一直追一直追的話 你會把你的成本 一路墊在高檔區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盤 稍微有一些震盪 或震盪大一點 你會一堆股票套在上面 那結果2月5號封關 你現在離封關日沒有很久 所以如果說到最後 封關的時候 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台股是跟國際股市脫軌了 那這段期間你說 會發生什麼狀況 我也不知道 也沒人猜得到 但是呢 如果你到時候是一堆股票 被迫爆股過年 我敢說啊 這個年齡可能也是過得 膽戰心驚啊 但是呢 我覺得下個禮拜的盤勢 震盪應該會加劇 原因在哪裡 你看哦 監禮14號禮拜四嘛 下個禮拜三 是屬於台子期的結算 好 那我這幾天 一直在節目裡面 我跟各位說過 這個禮拜的重點 應該是要去看 你外資的常委是怎麼佈局 各位我們注意看 禮拜一的時候呢 外資的期貨倉位 負的1萬8 18844嘛 對不對 好 再吃一看 到了禮拜二的時候呢 外資的期貨倉位 負的19201 又增加了嘛 到昨天的時候呢 外資的期貨倉位 突破2萬口 負的 負的21535 好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臺北股市今天的指數看起來還OK啊 因為你台積線跌嘛 剛剛問你指數留下引線啊 可是當今天整個臺北股市 在這樣的震盪盤局裡面 同意喔 外資今天的期貨倉位 一口氣啊 他負的5384口 有就說啊 到昨天是21535嘛 如果你再把他今天付的5384口加進來 同意喔 已經付到26000多口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依照過去的歷史來看喔 你會發現喔 當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啊 付到25000口以上的時候啊 這代表著說啊 外資啊 他是真的在避險 所以你去想一下喔 到下禮拜的期貨結算 這盤會怎麼走 怎麼走 最近你看喔 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 你看指數是創高沒有錯 漲都會有點震盪 合理啊 國際股市也是震盪啊 如果你再從整個外資的買賣超來看 看起來好像都OK啊 還是比較偏買方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外資本身的持股 大部分都是全持股 所以呢 你要去看整個台灣50的外資的布局 台灣50這波指數也是讓你看到創高嘛 因為台積電在漲啊 當然創高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從1月份開始 這個外資的買賣超 都是負的 就是說 當指數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外資針對全值股在調節 OK 好 除了調節之外呢 他在期貨的倉位 他也在做避險 到今天又減了5384口 所以已經負了26000 那這已經可以預告什麼 下個禮拜的盤震盪會很大 震盪會很大 甚至於會不會有壓低結算 我覺得這都有可能啊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最近就一直跟你講 這個時間點的操作重點在哪裡 你不要越買越多 你不要一直啊 去把你的成本越墊越高 那當然你會回答我說 那老師啊 這個盤要過年啊 我就是想要賺點錢啊 指數又在漲你叫我不買 好像也不對嘛對不對 當然對啊 這的話你就要買是對的啊 當然是不要買那麼多啊 但是呢你要怎麼樣用那個最少的股票 又能夠幫你去賺到紅包 各位這就是我今天測標的目的 我說你要怎麼去精簡持股 當你精簡持股你的資金就運用在幾檔股票上面嘛 你就能夠集中火力 然後呢你就能夠賺的紅包比別人更多 但問題是怎麼做 你注意看齁 我最近跟大家講 震盪盤的選股重點在哪裡 第一個低檔 就我就是不追啦 反正這個盤我就不去追高股票 我就是不想在農曆年前啊 股票套在上面 但是你低檔要漲 就一定要有題材嘛 如果你能夠搭配籌碼穩定的話 嗯 這些股票一定有機會啊 那我跟大家說過 因為下個禮拜是期貨結算 那我們剛看到嘛 外資期貨長我已經付到2萬6了 所以我要預防說下禮拜 它震盪會不會加劇 所以咧 我在選股的過程裡面 我去找那個跟指數無關的股票 對不對 好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近期這樣子做法齁 持股不多 但是我們很多個股都已經創新高 舉個例子來說 之前的中陽光嘛 這個地方買嘛 當你低檔買進之後 我沒有追哦 結果漲停在創新高 這一個上來超過兩成嘛 逢高我就賣 我有買有賣對不對 你看之前的康普嘛 做電池嘛電動車電池的嘛 我低檔有買 兩支漲停板我拉高我就是賣 這樣子獲利呢23%對不對 好 其他的個股也讓你看到嘛 要滑低檔有買拉高有賣 你看哦 如果有些個股哦 這個盤在創新高 你不賣的話 你會白忙一場哦 真的你會白忙一場哦 你再仔細看 當初的漢權也是一樣 低檔有買拉高有賣 更不用說當初的一些波段股 對吧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 那現在這個盤我要怎麼去掌握新的股票 而且同樣能夠低檔有買 他就是能夠走上來 我們仔細看哦 最近我們一直跟他說過 其實我們在 因為是快農曆過年了 那這個時間點我說 我不希望我們的會員 我就持股一堆 那我會盡量精簡持股 甚至於在過年前呢 是全部出清啊 還是保留個一檔兩檔就好 我希望說我們能夠很安心的 去過這個年 但重點是在過年之前呢 我一定要先賺嘛 你一定要先賺得到 你才能夠安心過年嘛 所以我就說 我選股的重點在這裡 有沒有 低檔有題材籌碼穩定 我去選跟指數無關的股票 好那各位 你可以發現 最近的個股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這我昨天報過VCR 比方說那時候呢 1560的中山還沒動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啊 他做再生晶圓嘛 但重點是晶圓製作的關鍵技術 什麼叫晶圓製作的關鍵技術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因為中山他有一個技術是獨佔的 叫做鑽石碟 他現在接入到3奈米的製程 那你3奈米製程不就台積電在做嗎 所以我當時有跟各位講 因為他這個 這個在製作晶圓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鑽石碟的這個技術 他是讓整個晶圓的成本降低 良率提高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就當時我跟他說啊 如果說這一類型的個股 有這樣的產業面 那股價又在低檔 你說他怎麼會沒有機會 所以咧 你注意看 當初是不是低檔叫你買 有低檔還叫你家嗎 結果呢 這個禮拜 創新高 創新高完之後呢 禮拜二台北股是震盪嘛 我就說有題材的個股 他不會寂寞了 他會走出自己的路了 有沒有 還是創高嘛 結果到了昨天呢 再創新高 所以我在低檔的時候呢 當他拉高 我再慢慢調節嘛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個盤你怎麼套得到我 我說 你只有一直把你的成本 越墊越高 到時候又有震盪 你就是套在上面 更換快過年了 我說你不要包太多股 不要過年嘛 所以我說你要怎麼樣 能夠全身而退 然後呢 又能夠去賺到紅包 金錢持股嘛 集中火力啊 去賺他紅包 所以咧 中山是不是創新高 對不對 好那再來一檔 不是只有一檔了 你再注意看 之前我也跟各位講過 比方說2455的全新 當初我們在85塊附近 這地方買進嘛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飆了36% 那你會發現啊 在1月份到現在為止 做累金的全新它沒有跌啊 可是沒有跌 你在這地方買你賺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他說嘛 當初你沒有跟著我們 去再低檔買進全新的 沒關係我再抓下一檔 好不好 那時候我抓哪一檔 昨天也公佈了嘛 4991的環宇吧 有沒有 我就說這是下一檔全新 也是做累金的 跟生化甲有關的 但是股價還在低檔 正突破底部的時候 我說機會來了 你要趕快把握這機會啦 結果咧 你注意看 1月7號我說要動囉 1月8號我跟你講快攻囉 1月11號還跟你講 他快要轉上去囉 結果你注意看 1月13號 有沒有 是不是再創新高 我就是買低點 我就是不讓你去優多 但問題是如果你沒有去掌握 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很容易啊 股票是增加高點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各位 到這個時間點 其實這個盤啊 你不要看他說啊 老師啊那個指數都還在走高啊 今天這個盤看起來 好像都還OK啊 對啊OK啊 問題是重點是 在下個禮拜的期貨結算 外資的倉位付出這麼多 1月份到現在為止 台灣50他沒有買過耶 那你覺得下個禮拜 會不會有壓低結算 搞不好那機率很大啊 所以你會發現啊 當指數創高的時候 你沒有知覺 你會覺得說沒有 沒有 你沒有那一點風險意識 可是投資人你看喔 是不是有些個股已經跌下來 你再看 做電子零組件的倉和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比方說什麼 2439的美率做手機的 最近是不是一路跌 你看那個做網通的喔 到現在為止在走震盪 你去追的現在是套喔 有訊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可見的這個盤 不是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上得去啊 所以我還是要建議各位 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去檢視一下你的持股 你是買很多 買滿倉 甚至用融資再繼續買 那買到現在為止 你的股票一堆 你到底有沒有賺 如果你是把成本一路跌高的 那這個震盪稍微大一點 下個禮拜起火階段 如果稍微壓低一點 我跟你講喔 很多個股你會套在上面 所以我要建議各位 這個時間點 要趕快懂得去精簡持股 當然說你不懂 好那沒有關係 你願意打電話進來我就幫你 好不好 那如果你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 我就跟他說嘛 我們的股票第一檔買完是創新高 我們的個股 第一檔買完是創新高了 不是只有這兩檔 還有啦 待會我慢慢再來跟各位做解說 甚至於待會我要告訴各位 所以從這個時間點到封關前的這一段 到底這個盤 他要動什麼東西 他的方向在哪裡 他的族群在哪裡 他的個股在哪裡 只要你能夠掌握得到 封關前你照樣賺 但問題是 如果說認同我們模式的 跟著一起來 一通電話 封關前算我的 好不好 今天這個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待會我們就來看 後面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他是要走攻擊 甚至於封關前要漲什麼股票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價格不重要 準才是王道 您要的績效不打折 一通電話 封關前算我的 蘇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好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只有小碟 那我剛才跟他講過 看這個盤 今天的盤還算不錯 因為台積電是跌下來 如果光是台積電的跌幅 應該是150 結果今天收盤 是只有跌62點 好所以算台股算強了 但是你現在的操作 你要去思考的是下個禮拜 期貨結算這個盤 他未來這一段 他會怎麼去走 那剛我跟大家講過了 外資期貨倉位呢 到昨天是負了2.1萬口 但是今天的震盪盤他減了 他又增加了負數5384口 也就是說他現在的空單 已經累積到2萬6 越來越多了 而且這裡要注意 如果說我們以台灣50來看 你會發現台灣50 在這個月都沒有買 而且都在賣 可見有些外資 他在逢高在做調節 所以可以想見得到 下個禮拜的震盪會很大 如果說震盪很大那怎麼辦 那就關係到你的操作策略 那我剛才有跟大家說過 這個盤現在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你不要把你的成本越墊越高 稍微又震盪到時候你股票是套牢 2月後要封關 一堆股票爆股過年 那個年不知道怎麼過 到底每天還要看一下 M1股怎麼樣 歐股怎麼樣 那個震盪一大的時候 你會沒有這個心情 所以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時間點 你要懂得去精簡持股 但是當你精簡持股 你就可以集中火力 然後你可以在這一段去賺紅包 但是選股有技巧 低檔有題材籌碼穩定 那我去找 跟指數無關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最近跟著我們操作 我就是不讓你去幼奪 我知道這個盤 它本身在嘎空之外 還在幼奪 那我就是不要幼奪 我要全身而對 我要在農曆年前去賺個紅包 安安心心快快樂樂樂去過年 所以我去在低檔買中砂 創新高 我在低檔去買環宇 創新高 對不對 後面還有 你注意看 如果你是資金比較大一點的 我們之前在低檔有在196塊 建議會員去買可乘 你看 今天的可乘也是創新高 OK 當然你會回答我說 老師我資金沒有那麼大怎麼辦 對啊 資金沒有那麼大 我們就不要做那麼高價的 但問題是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像可乘這樣創新高 能夠像環宇這樣創新高 能夠像中砂這樣低檔買完再創新高 前幾天已經給你答案了 方向在哪裡 標的在哪裡 我們從VCR裡面來印證 好不好 導播請播 VCR謝謝 這是下一檔的攻擊股 因為他本身除了電競視訊 這都跟防疫的題材有關 他本身也是汽車電子類股的 一個重要的零組件 如果說你光從技術面 你會發現 其實融資都沒有增加 但是法人已經從10月份 一路買買買買買買到現在 買到現在的目的在幹嘛 你看 這個收斂 今年以來這個收斂三角形 已經到末端了 那這檔個股 現在本一比只有10倍 所以法人在這邊開始低接 有提災性的股票 他們拼命買 對不對 買來的目的幹嘛 他現在差不到一塊就要過 就要過錢高 就要衝出去了 所以這一檔個股 只要稍微一補個量 他就會像中陽光一樣噴出去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找 那種噴出行情 又不去追高 又能夠從低檔上來的股票 我建議你 這檔個股好好把握 好 下一檔攻擊股在哪裡 各位上個禮拜告訴你 你注意看 我今天介紹所有的股票 你都會發現 怎麼搞的都不是已經打漲一段 或已經漲上來再告訴你 沒有 我們都是提早 在低檔的時候 人家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每次等到利多 你再進去買 都在幫別人抬轎 上禮拜跟你講下一檔攻擊股 他本一比只有10倍 他除了電競視訊之外 還有汽車電子的一些題材 所以我說 你看嘛 本一比只有10倍的股票 然後股價都不動 然後外資在這邊吃貨的時候 你趕快跟著買 你什麼時候買 好 那各位 會漲了嗎 我們直接掀開好不好 上禮拜跟你講自身啊 這周線上面是不是上來了 突破了嗎 今天有沒有讓你看到 再創新高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啊 怎麼搞的 我們股票都讓低檔買完做創新高 我就說 我就是不讓這個盤被誘多 我就是要全身而退 我就是要讓我們的會員 賺到紅包之後呢 用最少的股票 甚至於或許沒有股票 我們去過這個年 這是我的策略 那如果說你到現在為止 你是持股滿檔的 你就發現你都沒有賺到錢 那可能要注意了 我剛說過 指數看起來都OK啦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問題是外資期貨倉位 一直在增加負數 對不對 那到今天為止呢 很多個股反而都跌下來 不要說看到指數漲 跌下來股票 你不去管它 到現在為止很多個股是這樣子 我說很多個股它現在沒有上去嘛 到現在為止很多個股呢 反而是你去追買的到現在都套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不要亂買 你一定要懂得經典持股 當然你會說 老師我過年前就是要賺啊 那我現在要怎麼去賺 好 那我跟大家說過 呃 農曆年前這一段 就算你下禮拜壓低就算啦 就算這個震盪比較大一點 你也不能說它馬上走空嘛 沒有這回事啦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掌握到這個牌面裡面 它後面有題材 才剛要動的股票 各位我們仔細來看齁 這裡有一檔個股齁 今年以來都沒有動過 到這段期間裡面都沒有動過 那為什麼來介紹這檔給你 你看嘛 它是屬於特斯拉的概念股 最近車是非常熱嘛 由於特斯拉所帶動的一些電動車的 相關的零組件 從電池 都是這個市場上面 都看到有漲幅 對不對 那當然你會看到啊 這個股票沒有動 代表它很爛啊 沒有喔 它業績非常好喔 你注意看齁 這一檔個股 它去年賺0.5 但是今年第三季就賺了1.9 所以你想想看 這已經賺了4倍了嘛 有沒有 到今年第三季 就是去年的4倍的獲利嘛 那為什麼它有這樣的一個獲利 因為它本身是特斯拉的概念股啊 它一定有這樣的出貨 所以咧 才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的 今年第三季的營收大爆發 好 那這樣的個股呢 它除了營收大成長之外 要注意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它是低股價近視比 也就是說 這樣的股票呢 它大概只有四十幾塊 但是它本身 公司的價值 就它的禁止 88塊 我不要說啊 在這個地方 農曆年前 讓它大漲一倍啦 不用想那麼多啦 兩層三層的空間 最起碼在農曆年前的這一段 我們先把它收回進來 所以咧 近期我們開始去佈局的是 到農曆封關之前 後面在低檔 又要走補漲 又會再創新高的股票 就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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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懂得說 這個市場 未來的題材在哪裡 然後呢 你今天這檔個股呢 它這地方 是不是在低檔 它籌碼夠不夠穩 有沒有這題材 讓它去做推升 所以呢 在農曆年前這一段 好好去把握 把集中火力去攻這一段 好去攻這一段 所以呢 這個族群 是農曆年前 準備要走攻擊的股票 好不好 很清楚啦 但問題是 當然你會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跟著一起來 跟著一起來 我說過 一通電話 封關錢都算我的 而且今天絕對 不增加你的負擔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